你站住 薇姜 你叫啊 还有啥事啊 还给你 这不是阿德 是林家的 林家的东西 我不要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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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啊 你给我回来 你干啥呀 快去追呀 轻 轻 追呀 追呀 快去呀 一 轻 轻 你别走 轻 轻 你不能走啊 跟俺回家吧 俺求你了行吗 林海生 我已经跟你说得明明白白的 你们林家的大门 我从此不再踏进一步 轻 轻 轻 你别走啊 俺求你了 跟俺回家吧 你说这荒丢野外的 你不回家 俺咋放心呢 轻 回家 我没有家了 你 轻 轻 你咋这样的啊 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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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背你走吧 好不好 你脚都磨破了 走开 轻 轻 俺背你走吧 你放开我 你放开 轻 轻 轻 你放开我 林海生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 大爹 这太阳就要落山了 海生咋还不回来呢 回本来了 你说啥 回城里去了 你说得准吗 这追了大半天都不回来 他还能去哪儿啊 怕要是进城呢就好了 现在兵荒马乱的 俺怕路上出事 海生 你放我下来 让我一个人走 没事 俺不累 你哪能不累呢 你走了这么远的路 你快放我下来吧 来 来 来 歇会儿吧 歇会儿 还在陪你走 啊 歇更了 我自己走 我再让你背了 那可不行 你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啊 再说 你脚都崴了 还想背你吧 啥事都有第一次 我自己能走 秋儿 背着你 俺心里踏实 这儿儿 的 不 我 还 不 你 你 我 你 你 我面试得很久 还有你 在词词里面 我也在词词词 我没词词 词词 秋啊 都是娘害了你呀 秋 秋 你可回来了 娘还以为 秋 你这两天都上哪儿去了 娘都想死你了 你知道吗 秋 娘知道你还记恨娘呢 都是娘害了你 秋啊 娘没别的要求 娘就求你能想开点 别像上次 你要是在 你 娘 娘虽然 可娘心里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 你能原谅娘吗 秋 秋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 秋 秋啊 你一回快回来吗 娘会想你的 你以后还记得 你别担心 我回海生殿里住 以后会常来看你的 您 ideas 《王民风》 快点啊 快点啊 再回吧 再回吧 这回来 év得了 有没有 是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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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你咋回来了 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医生啊 有什么好说的 我活着就是个笑话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先走了 秋 我有事找你 什么事 秋 你花边织得那么好 你不如就跟我们一起 花边社我是不会去的 我不是让你去花边社 我是想请你帮我们设计新的样子 你在家设计就行 花边社需要新的样子才好卖嘛 秋 你就帮帮我们吧 好 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 你这段时间人联系得怎么样 联络了四五个人 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学生 当地的积极分子也要发展 现在 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形势 发展得很快 特为只是 一旦条件成熟 即可秘密建立民先队慕平小组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太好了 这些天我都快憋坏了 请进 梅来了 梅 你快过来看看 柳胜的字可是越来越好了 大有流体风范了 杨老师 我找你有点事 你说 我想单独跟你说 行 那你等我给他讲评完 这几个字 咱们聊 那我在外面等你 好 梅对你的气 可还是不小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自从那天 我和周老爷把事情说开了 她就不理我了 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我也有过她这样的经历 梅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姑娘 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积极分子 我也这么想的 但是现在我不敢跟她单独在一起 不敢看她那双怨怒的眼睛 这种怨怒是暂时的 等她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她会理解她 杨老师 山里游击队有消息吗 特委派他们出山休整 执行新的任务 于队长已经到黄县一带了 是吗 那有机会我能见见她吗 小时候我练功的时候 我最崇拜的就是余德胜余队长了 现在还不行 以后会有机会的 好 杨老师 你说李胜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变得像陌生人一样 跟我好像也没什么话说了 你是想让老师帮你问问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 怎么能变得这么让人无法理解呢 他还撒谎 以前说自己没有娶亲 其实他早就有媳妇了 杨老师 我特别后悔把他介绍给你 没 老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 但依我的观察 柳盛这个人 除了谈婚论嫁 其他的事还是都可以信赖的 其他还能有什么事啊 他就是管账 我爹倒是挺信赖他的 我看呀 就让他和账本过一辈子吧 没 感情的事情有时候就像酒一样 需要放一段时间 香味才会尝酒 老师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随便说说 咱们去花边社看看 来 自从杨老师和梅说了柳盛的事 梅一直在走往 杨老师为什么说感情像酒一样 虽然他和柳盛的关系 还是那么冷淡 但他的花边社却伴得红红火火 又有很多贫苦家庭的姐妹 来到了花边社 这对梅受伤的心灵 也算是个安慰 另外 马茂兰对他们的花边赞赏有加 这让梅的心灵特别高兴 如果他们能继续更改变 那我们在商业 来看看 好 超级 是的 是的 喂 马茂兰先生说了 我们的花边如果设计再改进一下 仁德洋行将大幅地增加收入量 嗯 他跟你说的时候我都听见了 他说的是英语 你能听懂 听得懂 他说如果咱们的设计能再改进一下 增加一些民族特色 不仅能向往欧洲 还能向往美洲呢 喂 你真了不起 仅仅仅读了几年初中 就能听懂这么复杂的英语 没 没 我真没想到 你太了不起了 其实 其实也没什么 我们杨老师英语好 这是他教我的 原来是这样啊 没 没 我今天特别高兴 我亲吃饭怎么样 好啊 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来 大爹 来 喝点药 好 太爹啊 你说柳盛和梅的事咋办哪 还能咋办哪 柳盛的父母给他说了一方媳妇 柳盛和梅不可能了 柳盛可真是个好孩子 这咱们梅呀 没有福气啊 老爷 我听说 最近梅和远东的陈少爷 来往挺多的 他们一起办花边社 能不来往吗 这可不光是花边社的事 这不 今天陈少爷请梅出去吃饭 到现在也没回来呀 梅到现在没回来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我跟你说啊 每一个姑娘家 万一出点什么事 咱们家就不用过了 他爹 他爹你这是带啥去啊 我去找柳盛 让他妈妈也找回来 他爹 他爹 他爹你不用了 我已经让柳盛去找他了 先生 我是印城的帐房 印城的二小姐在里边 我得进去看看 不行 远东的陈少爷把酒店包了 你不能进去 是小姐他娘 让我来传个话的 远东的陈少爷有吩咐 他不点头 谁也不能进 先生 请你离开吧 那你能告诉我 我们家小姐在里边干什么吗 在酒楼还能干什么 陈少爷正在请小姐喝酒 先生 请你走开吧 俺担当不起 请 今天我特别高兴 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跟你在一起 我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地美好 陈少爷 你很有诗意 诗意谈不上 是有感而发 来 再喝一杯 我不能再喝了 你不喝 我喝 你也别喝了 这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人说 酒疯知己千杯少 我不是喝多了 我是喝少了 我们别喝了好吗 你的心意 我领了 你不让我喝 你不让我喝 好 我不喝 我听你的 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天不早了 我该回家了 再坐一会儿 我和梅小姐 哪怕再坐一会儿 好吗 你刚才不是说 都听我的吗 好 听你的 走 你喝醉了 好 我扶你回家吧 我没醉 我跟你在一起 我不醉 走吧 走 小心 陈少爷 梅小姐 请慢走 梅小姐 我送你回家吧 你喝了这么多 怎么送我呀 还是我送你吧 哪有女人送男人的道理啊 还是我送你吧 陈少爷 不麻烦你了 我来送二小姐回家 谁让你来的 是你娘 让我来接你回家的 接我回家 你是我什么人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陈少爷 我们上车吧 娘 哎呀 这 ie 你 小姐 我怕死我了 你 我怕死你 我怕死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梅小姐 小心脚下 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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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姐 你等等 二小姐 你别这么任性 我有话对你说 你的话我不想听 不管你想听不想听 我必须要说 你是我什么人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话 我的事不用你管 是 我虽然不是你们家什么人 但我是印城的账房 我要对老爷负责任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女儿 为此毁了自己的一生 听你这么说还是为我 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听你说话 你对我爹有责任 对我根本就没有责任 没 我对老爷有责任 对你也有 有什么 你这么晚了 跟在一个姑娘后面 你像什么样子 夫人 夫人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我今天下午就到了 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回来 有应酬 经商嘛 这种应酬少不了 没少喝酒吧 那是 这种场合不喝不行啊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为了这个家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我是问心无愧的 你上哪儿 我去看看爹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 你一点都不想和我多说话 我一会儿就回来 这个样式比上次的好看 有时间阿姨给自己织一个 做啥用啊 不告诉你 俺知道呀 做啥用啊 出嫁的时候用呗 他还出嫁 就是 他还出嫁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我自己会看 好 这位是印成钱庄的二小姐 我们的活作伙伴 不用你介绍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位夫院是 怎么 陈少爷没跟你说过吗 我是她的夫人 正牌的夫人 陈家在远东的生意 完全依靠我们刘家 夫人 那我先干活了 你先别忙 给我几句话给你说 你说 我知道陈奕德喜欢你 他是为了你才开的花边社 但是我告诉你 即便是你以后嫁到了陈家 你也只能当二房 因为远东离不开我们刘家 你也不得了 夫人 你多虑了 我不可能嫁给陈少爷 我没有多虑 昨天晚上陈奕德请你吃饭 报了目凭最大的节目 就你们两个人 谈情默默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够了 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闲话 我先干活了 有 脾气还不小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 以后你嫁到了陈家 还得喊我一声解 请你出去 你 梅小姐 我不怪你 我当姑娘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在陈家等着你 梅 今天的事情 义德 该走了 别让爹等着急了 我没工夫 咱们要不过去看看 我怎么觉得没在哭呢 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咱得去看看 这样 俺去找柳胜 这让人看着你 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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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跟俺走吧 咻 怎么了 梅小姐出事了 那个女的可厉害了 一下子就冲进来了 你没头气哭了 快 这边 在里边 快去勸勸他 看你的了 你来干什么 我不想见你 我想和你谈谈 如果我说完了 你还不能原谅我 我可以不再见你 永远不见 我知道 你在生我的气 那是因为我们 我没有生气 我跟你 也没什么关系 昨天我说 我对你有责任 这个责任包括很多 不但包括你 你的父母 还有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妹 我们认识了这么长时间 是时候 该告诉你 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 我不是来偷奉我表哥的 我是来抗日救王的 抗日 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东北和华北 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关头 我们北平的学生 去年十二月九日 举行了抗日大游行 可是国民政府不让抗日 游行的学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但是 我们并没有屈服 因为如果再不抗日 我们的国家就会被灭亡 我们就会当王国奴 我曾经发过誓 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我一辈子 不成绩 你不是说 你有媳妇吗 我那都是推脱之私 我娘早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跟我说媳妇 没 听我一句忠告 陈义德不单单是有福之福 他和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他不会给你幸福 你的父母 包括你的朋友 还有杨老师 还有我 都在为你担心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 你在我心里 一直都是个 拿得起放得下的好姑娘 我有个请求 你说 你以后多跟我讲讲你在北平的事 还有抗日的事 好 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 都告诉你 自从那天柳盛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梅才真正了解了柳盛 柳盛给梅讲北平的一二九游行 讲民族的威王 讲抗日的故事 她还给梅讲什么是革命 什么是理想 她讲的那些道理 梅第一次听说 她让梅知道了另外一个世界 让梅渴望着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生活 柳盛还告诉梅 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劳苦大众 花边社的姐妹 大都是劳苦大众 她们的革命可以从花边社开始 少爷 这些天 梅小姐和应成的柳盛又开始来往了 而且很频繁 柳丽娜这个娘们儿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我对梅小姐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少爷 得想法子尽快让夫人回去 我也是这么想 对了 就说济南有笔生意 需要她爹帮忙 我和她一起回济南 那少爷要在济南来多少天 这不好说 我会想办法尽快回来 程丰 你一定给我盯住了梅小姐 必要的时候可以找谢自燕帮忙 我明白了 梅 其实我对你说的大道理还有新名词特别感兴趣 你说的什么劳苦大众啊什么平等啊 您是咋知道这么多新名词的 其实也是别人告诉我的不是我说的 不是你说谁说的那别人她说不出这种话来 绣嫂 那是谁家的媳妇 你看她衣服上的图案真好看 你还真问对人了 她叫婷 是楚玉琪家的新媳妇 俺去楚家的时候见过她 大户人家的闺女 一首好女红呢 不过俺听说啊楚玉琪不喜欢她 经常出去鬼混 这刚成完情就去逛春院了 这也是一个苦命的媳妇 谢谢 你慢走 你说像婷这样的女人 算劳苦大众吗 算 受苦的女人都算 谢谢你啊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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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 姑娘看一下这衣服怎么样 挺好的 让一让 这一件挺不错 这这这这 看你身上肯定好看 给给给 谢大爷 好 卖什么呢 湘州哪件就拿哪件 我父亲 别走啊 桃儿 这么漂亮的衣服 干吗不买 多好看啊 桃儿 你听我说 我是真心想给你买衣服 你 你听我说啊 我是真心想给你买衣服 不是 你别走啊 你快过来 你过来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干啥 我想吃桃儿了 这 你 竹医姐 你怎么也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不能做事这么没规矩 看见你这么俊的女人 我就忘了规矩了 我 你放开我 小可哥 滚 桃儿 我跟你说 你要是不依了我 我就让警察局 把你弟弟给抓起来 让你娘段子绝孙 没有儿子 一个混蛋 她 要想让我不混蛋 那你就嫁给我 回去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 完了 给我个婚姓 你姐呢 出去了 啥时候回来啊 坏了 双子 哥问你个事啊 你姐她最近好吗 俺姐她 小葵哥 俺跟你讲了你可别乱说 俺姐这几天晚上 常偷偷地哭 哭 为啥呀 希望瞬着何 grin 你别拿着手啊 open 你最近是咋子 出啥事了 有啥事你就说 总是哭有啥用啊 按啥时候哭了 栓子说你总是哭啊 是不是楚一齐又欺负你了 你倒是说话呀 奎哥 咱们澄清吧 你今天这是咋了 小鬼哥 俺姐就是因为楚少爷 那天楚少爷拦住俺姐 把俺姐给气哭了 这有谁事 栓子说得是不是你 俺找他去 你别去 你打不过他们 打不过以后去 谁都不能欺负你 你别去 你还想我 你打不过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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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 你打不过以后 你打不过i 紫月 我不瞒你说 就我这个新媳妇 长得跟我那个死去的媳妇 太像了 我一看见她 我这心里就别扭 还是我那个桃花 我这一闭上眼吧 她就老在我眼前面晃悠那 我恨不能 我一给我吃着她 你 你得帮我一个忙 我要绝儿房 我要逃 我告诉你 这个事啊 我帮不了你 我是堂堂的警长 我又不是媒婆 你手底下不有警察吗 想帮忙很容易 让兄弟们帮忙可以 老规矩五十块大洋 三十吧 天底下哪有你这么贵的媒人 我这不是媒人 我这是出警 兄弟们不能白帮你吧 再说了 你要的是桃 桃值多少钱 桃值三百 行 五十就五十 你可一定把这个事给我办成了 放心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来 好好好 来 来 家里有人吗 是谢警长啊 你看这院里也没地方坐 要不屋里坐吧 屋里坐啊 老大大 你儿子叫栓子吧 是叫栓子 谢警长 他咋了 船子他咋了 惹祸了 犯事了 犯他还不小呢 这小子用弹弓 打了我们警察 谢警长 他还小啊 你高材贵手 你多担待 多担待啊 船子的事 咱一会儿再说 我今天来 是有一个事 要跟你商量成的 谢警长的事 没啥商量的 你说吧 我一定去做 是这样 你们家的男人已经不在了 是吧 这家里的日子 过得也挺辛苦 陶呢 也一天一天的大了 我今天来啊 就是想亲自 来给陶来做个媒 陶要是嫁过去 不光是陶 就您老人家 那后半辈子 也是想不尽的轻浮啊 那 他是谁啊 海运钱庄的楚玉琪 楚少爷 怎么样 答应了吧 谢警长 俺家桃 这 俺家里 还离不开他 过几年再说吧 大大大 你这是放着亲夫不会响 有点不值好歹啊 俺求日子过惯了 复日子俺过不来 既然这样 我就把他给你说明了吧 山子不光用弹弓打了警察 有人举报 他犯了更大的事 我今天来就是抓他呢 表演唱与你 我都给你弄小到 school 我那天 花一样的女人 花一样的梦想 花一样的梦想 花一样的青春 在风雨飘渺中荡漾 多少泪水 多少悲伤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在烽火硝烟中穿下 多少艰险 多少柔情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梦想